台湾第一颗自主卫星福尔摩沙卫星5号 上月底顺利升空 犹如为台湾取得一张国际航太俱乐部的入场券 根据Space News的报道 未来十年将有超过6200颗小卫星要发射 预估产值可以达到1973亿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 还有841.8亿仍然是开放市场 也使得全球小型卫星专属发射载具蓬勃发展 去年中台湾第一家开发商用运载小火箭的晋升太空科技公司成立 规划2020年完成卫星发射入轨的验证 董事长陈燕生指出 台湾的电子业非常发达 欠缺的是系统整合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方面把它带动起来 然后也自己有发射卫星的能力的话 那这个产业可以真的把太空这方面的产业把它带起来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做卫星 我们不能够不一定要急眩你在制造一些零件而已 零组件 我们可以由系统面来看 看我们需要做哪些商业服务 直接就提供商业服务的卫星送到太空去 那这样整个的成本架构 看起来是最有利的一个做法 不同于传统的单颗大卫星 未来商用的小卫星将以多颗星群的方式 多面向 每天24小时将太空资讯提供给物流业 保险业等作为商用的情报 也可以应用在各种农浴业和国土的规划等 用途将更深入民众的生活 研发船舶定位系统 玉山卫星一号的雷斯康公司总经理黄文杰表示 设计一颗小卫星要217.85万人民币 发射要197.3万人民币 整个费用是服务五号一颗大卫星的十分之一 黄文杰说 又例如刚成立的创宇航泰科技公司 开创台湾第一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小卫星 利用雷达波反射地球环境成像 预计2019年组装好并发射 创与航泰财务长温哲义说 我们这颗卫星是属于低轨道的 它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次 那对于比如说一些的商业上的用途 或者是军事上的用途 它都可以提供一些及时性 甚至不受天后因素的影响 可以提供给所需要客户的一些需求 就在这短短的一两年内 台湾民间专门开发小型运载火箭 与商用立方卫星的航泰公司新兴成立 除了宣告台湾在未来的太空产业 不会缺席外 也说明了太空不再只是 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专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